以色列近日对加沙拉法难民营进行空袭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引发了多国民众抗议示威 美国纽约有数百名亲巴勒斯坦示威者走上街头 冒雨游行 表达对以军空袭拉法导致难民营起火的愤怒 期间不断有人高喊耻辱 抵抗是正当的行为等口号 表达对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持 当局派出大批警察维持秩序 在法国巴黎的以色列大使馆不远处 有数千名示威者聚集 游行抗议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攻击 警方使用催泪瓦斯驱散抗议者 直至晚上11点 抗议活动仍在持续 在西班牙也有数百名抗议者 聚集在巴塞罗那的欧盟委员会总部和马德里外交部外 要求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手段和更严厉的制裁 在突尼斯就有数百人聚集在突尼斯首都的法国大使馆外 威武着巴勒斯坦国旗并高喊口号 谴责以色列对拉法的袭击 数十名黎巴嫩抗议者于当地时间27号 聚集在埃及驻贝鲁特大使馆附近 高呼支持巴勒斯坦人的口号 谴责以色列近期对拉法的进攻 同时呼吁埃及开放拉法口岸 让人道主义援助抵达袈裟 从而帮助身处袈裟的巴勒斯坦人 现场有防暴警察维持秩序 但双方人员发生严重肢体冲突 巴勒斯坦卫生和民事紧急服务官员称 以军26号晚对拉法一处流离失所者避难营地 发动多次空袭 引发火灾造成超过40人死亡 据加沙卫生部称战争中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 目前已超过36000人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